国内首起诈骗贩卖器官案遭到了起诉 一名男子被干哥哥骗到了柬埔寨 骗他要从事高薪的行政工作 其实已经用一百万的代价 把他的心肝肾等等器官全拆卖了 还好最后买家找到了其他的配对 被害人才逃过死劫 曹姐在今天将三名嫌犯 因人口犯运防治法还有刑罚起诉 并且向桃园地院申请积压 三名嫌犯陆续被带上警车 他们正式活摘人体器官的恐怖人蛇集团 日前通通落网 桃园警方日前侦办一起炸弃案 意外在嫌犯手机内查获黄姓被害人 要被摘取器官的讯息 相当骇人听闻 寻衅追查而破获 桃园这三人共组人口犯运集团 其中谢心男子竟然评骗自己的结拜兄弟 到柬埔寨从事高薪行政工作 出国前以疫情为由要求做见解 没想到早就联络好卖家 要将他器官全差谋取暴利一百万元 索性最后买家找到其他配对被害人逃过死劫 发现全犯的手机内有重谢被害人前往 减股在义 摘取器官的讯息 随即成立专案小组 成功的破获运外的摘取器官人口犯运集团 检方认为该集团贪图钱财罔顾人民 鉴请从众量刑 义人口犯运防治法和刑罚起诉 另外一名王姓男子也由嘉义地检署积押 侵押侦办 而这也是贩卖器官传闻以来国内首期起诉案件 记得林柱强 桃园报导